脸书PO出前期圣母风的影片 登山名人曾格尔持续更新登山记录 其实现在大家或许更关心的 是他被指控介入婚姻的事件 即便从头到尾都否认 但对于郑公公开串供对话 如今有最新发展 曾格尔提出证据反击 公开法庭上言辞辩论记录 法官3月27号问陈信仁夫 讯息中没防护记得买药的意思 仁夫回答是吃胃溃疡的药 因为当天喝酒曾格尔不舒服 才说隔天会拿药给他 不过最关键的是有无发生亲密关系 仁夫斩钉截铁回答没有 曾格尔也在文中提到 仁夫是郑公同意下传唤的证人 不可能串通好 也证明没有发生亲密关系 陈信仁夫3月27号 以证人身份出题 面对媒体戴着墨镜没有回应 只是在看看郑公抛出的截图 为何曾格尔还要说要删这个讯息 外界现在看来疑点重重 郑公18号凌晨 也发现实动态吐露心声 他说收到很多留言私讯 觉得很窩心 感叹这世界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正义 知道这场仗不好打 面对的人邪恶如魔鬼 但绝对不会姑息 一定告到底 决定先睡个好觉 继续他的丈夫先前明明坦诚 有婚外情 如今在法官面前 口径似乎不像先前所说 这场风波要烧完 可能还有得等 TVBS新闻庄祁员巡听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